- 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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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莫斯莫斯我朋友想問 - 婚前同居試婚我們可以更認識彼此啊不好嗎 - 這個 - 我就在這邊為朋友服務 - 好我們來試著了解一下 - 到底婚前同居這件事情 - 她是不是因為你 - 這樣我很奇怪 - 因為你是牧師 - 但你想問一下 - 結婚前有想過要跟女朋友同居過嗎 - 完全沒有 - 為什麼 - 因為Peggy她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- 她也是基督徒 - 然後我也是基督徒 -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- 創新基督徒被教導了 - 所以我們就其實連想都沒有 - 沒有這個選項過 - 對 - 那當然說實在的 - 我覺得是好的 - 因為我想說 - 如果前面先跟我同居 - 可能之後就被嚇跑了 - 可能就很難婚後 - 或者是會覺得很不自在耶 - 喔真的嗎 - 你想到這件事就覺得很怪 - 對 - 我會想到 - 你知道我有時候看電影 - 就是電影裡面都會 - 有時候那種情侶嘛 - 早上起來 - 她們兩個旁在同一個床上 - 然後起來的時候 - 然後就轉向對方 - 她說Baby I love you - 那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- 你現在嘴巴超級臭 - 然後延食一大堆 - 然後頭髮超級亂 - 你看該不會你現在結婚十幾年 - 你還是都會 - 在佩根起來前前清好顏色 - 不會不會不會 - 但是我會 - 早上起來的時候 - 就是我一睡醒 - 然後我就會感覺 - Don't touch me - 我也就是 - 她摸我或碰我 - 她抱我都會覺得 - But I'm so dirty - 嘴巴好超很邋遢 - 可是不要這樣抱我 - 對我還是會有這種感覺 - 但是身邊的朋友 - 應該有人有同居嗎 - 如果說是 - 有啊有啊有 - 其實應該是說 - 我大部分的朋友 - 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的話 - 尤其之前在國外嘛 - 他們的只要是 - 情侶很多都同居 - 我也說是大部分 - 大部分 - 已經不是少數 - 是大部分 - 我之前很有趣 - 就是曾經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- 他們在聊到一段關係的時候 - 他會說 - 那你們現在進展到哪了 - 同居了嗎 - 好像同居了 - 是一個進展的階段一樣 - 我們可以來討論這個 - 對然後我就覺得 - 所以真的可能大部分人 - 都會覺得婚前同居沒有什麼大不了 - OK 那你那個時候 - 你結婚前沒有同居嗎 - 像先生 - 沒有 - 那後來結婚之後 - 住在一起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- 我們不只結婚前沒有同居 - 就是結婚前他也從來沒進過房間 - OK - 對然後我其實房間很亂的人 - 我可以想像 - 對 - 我可以想像這個畫面 - 然後但這可能不是最大的衝擊啊 - 我覺得我們第一次就是結婚後 - 睡在一起然後去蜜月的時候 - 我覺得對我先生來講 - 他最大的衝擊是我 - 會說夢話跟會亂踢人 - 你是睡覺的時候 - 一邊講話一邊踢人 - 都會 - 然後我小時候會夢遊 - 好恐怖喔 - 所以他其實蠻困擾的 - 就整個蜜月從來沒有睡好覺過 - 因為他可能很淺眠 - 那我的話啊 -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非常喜歡跟人類相處 - OK - 所以我剛剛結婚的時候最大的衝擊 - 其實我先生很需要個人空間 - 然後我完全不明白 - 對你先生真的需要他個人空間 - 對對對對 - 因為他個性是比較內向 - 然後很需要個人的時間可以充電 -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- 就是很需要need time那一種 - 然後我是完全不需要need time - 我只需要大家一起的time - 所以他就覺得很困擾 - 然後就是常常他就會需要在一個空間 -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結婚是住在一個小套房 - 他每天都在廁所兩三個小時 - 然後我就覺得那為什麼要結婚 - 可是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太需要這個個人空間 - 他只能躲在廁所裡面 - 所以那時候我超衝擊的 - 然後你也知道剛結婚有點不確定 - 跟有點沒安全感 - 就會覺得他會不會是不想跟我住 - 他會不會 - 就會有很多的這種事情 - 我了解 - 後來我們搬到比較大的房子就好多 - 差非常多 - 對可是我就發現原來兩個人 - 我外向他內向光是這個就有這麼大的衝擊 - 而且是我從來沒想過的 - 所以剛結婚一開始同居的時候 - 並沒有什麼東西讓你覺得很衝擊 -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- 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的太太 - 是 - 她牙膏一定要用到一滴都不剩 - 她才願意把它丟掉 - 她還會把它裡面吹氣吹滿再擠出來 - 對 而且她是不僅是這樣 - 她會把它剪開 - 剪開來 - 然後用那個牙刷去挖 - 這是一個美德欸 - 節省是個美德 - 我了解 - 但是你省了一兩塊錢嗎 - 還是可能一塊錢都不到 - 我就覺得為什麼 - 因為早上你已經可能要急著要出門 - 還是什麼 - 就已經跟牙膏抗戰 - 你知道嗎 - 我建議大家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情有疑慮 - 就一人一條牙膏就好 - 但是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- 她很受不了你什麼 - 她很受不了你什麼 - 我覺得她很受不了我的很多的大聲 - 不是罵人大聲 - 大聲 - 做事情很大聲 - 就是放屁大聲 - 打呼大聲 - 大哥 - 大家聞一下 - 最受不了就是 - 打呼大聲 - 這真的 - 對 - 就跟我先生要忍受我的夢話一樣 - 對 - 皮膚打呼的音量 - 對 - 你一定會有更多的data - 更多的資訊 - 來了解知道對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- 這是絕對的 - 但是這還是回答主題嘛 - 就是為什麼如果 - 因為我們可能會 - 人家會覺得同居有很多的好處 - 是 - 對 - 那為什麼教會要教導不要同居 - 對 -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- 這不是有點太老派的想法 - 太保守 - 還是怎麼樣 - 大家都這樣子做 - 其實大部分大家會覺得說 - 同居是OK的是好的 - 其實有幾個原因 - 經濟的考量 - 他們覺得說住在一起 - 比較省錢 - 分擔房租 - 分擔房租嘛 - 然後會覺得那就住在一起 - 水電 - 那第二個呢 - 是跟我們剛剛有提到 - 就是有更多可以了解知道 - 到底合不合 - 跟對方合不合 - 因為你可能想要在結婚之前 - 先了解這一點 - 再做決定 - 比如說先經歷磨合 - 等等的 -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- OK 那這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- 可以去認識彼此 - 那第三個是 - 其實剛剛有提到就是 - 這代表我們的關係 - 好像更進一步 - 很多時候他們會覺得 - 這是他的關係裡面進展的 - 更 - 一個評估 - 對 評估更下一步 - 但是其實這幾個東西 - 如果你只是去想 - 其實都有他的盲點 - OK - 對 - 那我不敢說他是完全的錯 - 是 - 他還是有很明顯的優點 - 但是他其實有幾個盲點 - 那這邊我只能提出這些盲點 - 你可以讓所有的人去思考一下 - 第一個就是經濟的因素 - 他們說這樣子比較省錢 - 但是如果你只去想的話 - 這不一定有幫你比較省錢 - 你今天是另外一半去分担這個房租 - 跟是室友去分担這個房租 -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- 今天不會有一個房租說 - 你們是情侶喔 - 那我給你們打 - 打半折 - 給你們打對折 - 我給你們打20% - 而且 - 當你是跟另外一半住在一起的時候 - 其實在經濟上面會有更多的壓力 - 無形的壓力 - 因為你們是情侶 - 所以你們的關係不是只是單純的 - 朋友 - 朋友或者是室友的關係 - 對 - 室友關係你不用當朋友 - 你有沒有關係對不對 - 室友就是很明白 - 就是我們今天在一起 - 就是因為你分担百分之五十 - 我分担百分五十 - 就可以明算這樣 - 明算 - 或者是可能我房間比較大一點 - 我分担百分之六十 - 你百分之四十 - 我比較貴一點 -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怎麼去算 - 但是你今天是情侶的話就不太一樣喔 - 有些人會說 - 男生嘛 多付一點 - 或是賺多一點 - 那你多付一點 - 就很多很多不同這些的詞意 - 你睡的床位比較大 - 你要付六千 - 就很多這些 - 就是因為有這個比較深的關係 - 你就會introduce - 很難講 - 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這個裡面 - 所以很多時候到後來 - 他們會吵翻天 - 或者是有很多過不去的地方 - 是 - 第二個 - 大家會說的是來看不看合不合嗎 - 所以我剛剛有說其實我可以了解 - 因為你多時間在一起 - 可以了解他的 - 他的放屁有沒有很大聲 - 他的作息 - 作息 - 還是怎麼樣子 - 那第一個我先說 - Whatever you discover - 你在同訊裡面會discover的事情 - 婚姻裡面會有更多是你不知道的 - 因為你不是只是看到彼此 - 當你進到婚姻裡面的時候 - 他的dynamics是不一樣的 - 沒錯 - 你的relationship是不一樣的 - 所以其實會有更多的東西是 - 你就算同居 - 是 - 你也不可能完全知道 - 這是真的 - 這是對 - 但另外一個是 - 如果你一輩子都沒有想要結婚的話 - 那我可以了解 - 同居在一起 - 你可以更多彼此認識 - 但是其實很多人 - 是想要進到婚姻裡面 - 那他們想說 - 這一步可以幫助我更加了解 - 合不合我再決定要結婚 - 如果這是我們的想法的話 - 其實很多種種的study都告訴我們 - 這個想法其實有點反我們的logic - 其實事情不是這個樣子的 - 事情不是這個樣子的 - 所以美國他們有做一個study - 他們發現到 - 當一個情侶他們在婚前之前有童虛 - 他們結婚之後他們的離婚率 - 是比沒有居住在一起的更高百分之八十 - 百分之八十 - 百分之八十 - 可能有種種的原因 - 不完全是因為同居 - 不完全 - 對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的data - 可以證明說之前坐在一起 - 之後你就會比較成功 - 會比較成功 - 的確因為很多人覺得同居就等於試婚 - 可是像剛剛pass period講的 - 還有其實我自己經歷到 - 其實結婚後所謂的真實的婚姻 - 跟你有沒有同居差得可遠了 - 說真的 - 婚姻不是finding a roommate - 婚姻是finding a life partner - 找到一個生命的伴侶 - 所以你就算是同居結婚之後 - 你的定位還是不一樣 - 所以我祝福就是 - 如果你今天有同居 - 然後進到婚姻裡面 - 你一定要轉換你的那個想法 - 不能 - 如果你還是把它當作只是你的 roommate - 那這婚姻絕對會完蛋 - 相反的如果你先同居以為這就是試婚 - 到了婚姻你還覺得是這樣 - 其實那會蠻辛苦的 - 因為婚姻有更多東西 - 不是只是生活習慣的摩擦而已 - 然後另外一個get this - 這個我蠻驚訝 - 這個是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- 所以這是美國政府他們自己做的一個調查 - 他們發現到 - 在同居關係裡面的男女 - 跟在婚姻裡面的男女 - 在同居裡面的couple - 女生會被暴力對待 - 就是被domestic violent abuse的機率 - 比在婚姻裡面高62倍 - 62倍 - 62倍 -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我嚇到 - 因為我去看這個調查 - 我說這是你說6.2倍嗎 - 還是0.62倍 - 說62倍 - 那另外一個呢 - 就是女生在這樣一個同居裡面的關係的裡面 - 一個女生在同居關係裡面 - 跟沒有在同居關係裡面的女生 - 她們的憂鬱症的傾向的 - 就是the rate of depression - 是比沒有在同居裡面高三倍 - 哇塞了解 - 高三倍 - OK - 所以這幾個statistic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- 就是在同居裡面女生是比較吃虧 - 比較處於劣勢的 - 比較處於吃虧的那一方 - 但很有趣 - 有的時候同居反而是女生 - 我聽到我身邊的朋友比較居多是 - 女生比較期待可以這樣子做 - 對 - 很奇妙 - 因為她會覺得說 - 代表我這個關係是安全的 - Exactly - 所以這就是其實講到我們剛剛說的第三個大認識 - 她會覺得她會把同居當成是我們的關係 - 更近到下一步 - 下一步 - 關心近到下一步 - 我們把同居把它當作是下一步 - 其實這也有她的盲點 - 因為同居不是關心近到下一步 - 什麼叫做關心近到下一步 - 其實不是只是更多的認識 - 是 - 是更多的尾聲 - 只有更多認識加上更多尾聲 - 才是關心近到下一步 - 更多的認識不代表關心近到下一步 - 是 - 你可以對很多人有更多認識 - 不代表你跟他關心近到下一步 - 的確是 - 意思就是唯一關係近到下一步就是婚姻 - 因為婚姻就是彼此尾聲 - 對 - 因為婚姻就是彼此尾聲 - 我今天跟你做一個決定就是 - 我今天跟你在一起 - 我決定跟你永遠在一起 - 是 - 不管我接下來會發覺你什麼東西 - 我都決定跟你在一起 - 這就叫做尾聲 - 了解 - 這才叫做關心近到下一步 - 所以如果只是同居的話 - 我可以了解是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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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 - 需要兩位健康的人才可以有個好的關係 - 兩個健康的人才可以有個好的婚姻 - 沒錯 - 因為當你結了婚之後 - 你最大的認為是 - 要一輩子去認識這個人 - 然後去接納這個人 - 所以你一定要先認識你自己 - 是不是可以接納這個人 - 你要先認識你自己的 - 有哪個地方是你的弱點 - 有哪個地方是你需要成長的地方 - 你才有辦法在婚姻裡面去接納另外一個人 - 沒錯沒錯 -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把 - 或是親密 - 把它當作不是關係下一步的唯一的指標 - 沒錯耶 - 而是我們的尾聲看成是那個指標 - 那更多的尾聲 - 不是先有更多的尾聲 - 才有更多的尾聲 - 是先有更多的尾聲 - 才有更多的尾聲 - 才有更多的親密 - 才有更多的親密 - 所以我們把尾聲當作是一個 - 責任的責任 - 你責任的責任 - 你對我尾聲 - 我給你的責任就是有更多的尾聲 - 我把我更多生命向你敞開 - 所以我見到婚姻的裡面之後 - 我可以更多把我的一切敞開 - 讓Peggy更多的認識我這個人 - 我不害怕他認識這些 - 因為我們是彼此的尾聲 - 沒錯 - 那如果只是同聚的話 - 其實我們只是在跟對方說 - 我今天會跟你住在一起 - 我會觀察你 - 然後會看你到底夠不夠好 - 確定 - 對 - 那如果你夠好 - 我會繼續跟你在一起 - 你不夠好的話 - 我會換下一個 - 其實我們在講其實就是這個嘛 - 如果說我們要更多的觀察 - 那這到底是不是愛呢 - 對 - 所以其實愛不是只是一個 -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- 是一個打勾打勾打勾 - 連這個人可以嫁 - 或這個人可以去 - 對 - 我覺得他還有更深一層的 - 你們是不是在 - 其實有沒有同居都不會影響 - 你們是不是更深的尾聲 - 更深的理解彼此 - 我覺得 - 還有更深的接納彼此 - 沒錯 - 對 - 對 - 所以當我們走到關係的下一步 - 是彼此的尾聲 - 彼此的敞開 - 那個地方不叫做同居 - 那個地方叫做婚姻 - 嗯 - 親愛的朋友們 - 如果這個影片對你來說 - 有很大的幫助的話 - 我想邀請你 - 可以把這個影片分享 - 跟你的好朋友 - 跟你的家人 - 也可以在你的社群媒體上面 - 來分享這個影片 - 但是最重要的 - 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- 而且要開啟小鈴鐺 - 這樣子我們每次有最新的影片 - 都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 - 看一下 - 答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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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